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弥陀佛无量生前 曾为转伦王 名叫吴正念 他有一千个儿子 长子名吴炫 这个长子出家前在宝藏佛前发愿说 若有众生遭遇种种苦恼 恐怖 如果他能意念于我 称我名号 即为其免除种种痛苦烦恼 宝藏佛即为他授记 名号为观世音 佛经里拟人化的辟语来历如是 那么超越辟语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还有什么呢 所谓的转伦王 名吴正念 念吴正即吴非 念吴非方能真行平等圆通 而转法轮 成就生命的主宰王 每个人从如是吴正平等圆通性中 启用生发的第一个念即是长子 那为什么是一千个儿子 而不是999个或者1080个呢 因为你的身 羽 意 三门 每个层次都能输行使道善 即为一千 长子名不炫 炫通炫 即迷惑与混乱意 人被光照射晕花了眼睛 称为炫目 而在这种成像的自信光里 能够不为光阴色相 任何境界所迷 能不失本怀 不失成长的这个性 我们就比喻为不炫 这个意义非常深 经文用拟人化的方式 是一种为了方便我们感知的批语 佛经里经常会不吝惜的 用各种各样大体量 无技术的描绘 来比喻各种生命呈现无限自由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若有众生遭遇种种苦恼 恐怖 能够一念我 称我名号 极为其免出种种痛苦烦恼呢 这就是这个不炫性的愿象 大家在佛经里是不是经常也听到 比如红豪相光 大红豪相光 白豪相光 大白豪相光 还有细或细微或 极细微或 如此无量无边的名词 不被光色夺目 不被五欲杂染 不被任何相 包括思维相 喜气相等等迷惑 束缚 这就是相合于金刚经中 若以色见我 以阴生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所以你能不被阴生色相所夺的时候 佛就会为你受计 这叫见如来性 方能得受计 为观世音 接着我们来说说观世音深入人心的由来 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情怀共识 叫加加弥勒佛 呼呼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非常深入人心 为什么 其实就在于《冷言经》中所说的 上和十方诸佛本妙决心 与佛如来同一慈力 下和十方一切六道众生 与助众生同一悲养 换句话说 观音菩萨就是连接众生和佛的慈悲之通车 其实所谓观音菩萨 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方便 它所代表的是我们生命自信的一种能量层次 这个能量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智慧 这种来自根本处的慈悲能量 也是一种管道 是连接心物两端 生佛两边的止通车 换句话说 你这台电脑当插上电源连上网 你就既能下载东西 又能输出信息 还能创造价值 你也能在这个过程之中 去发现自己的系统缺陷和软件缺失 不断地完善和升级自己的系统 那么同样以淘宝网那么庞大的电商系统 数据系统和安全系统举例 你如果真的要去查它整个的 从原代码开始的底层架构 会发现里面有无数的层次 这不过是一家只有二十多年发展史的电商企业 而我们的生命延续 早已经不知道是在多少时空 因缘的积累中 不断变化 交织发展的 其建构和层次更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当你很难一下子把握所谓的原代码逻辑的时候 那就先从应用层面上 给你拆分几个呈现的应用逻辑 这似乎和你的现实应用关联性更直接显现 于是你就更容易相应 而观音菩萨所代表的所谓慈悲 这种对于生命的成长承担贯通发展的属性 则尤其和我们本剧的自强不息 坚毅发展的生命后天喜性非常相应 于是成为了大家最有感受最异相应的心性力代表 某个角度来说 这就是观音菩萨的来龙去脉 但同时你也需要知道 一旦你能基于相应 开始超越局部逻辑 那么这些局部逻辑内的规律 也就全部难以继续成立或存在 就好比你在数据底层动任何一个代码 都可以让这个网站的前台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也就是观音菩萨一刻成佛 一须成佛的自我发展性的写实 再来说说观世音法门中经常提及的反文和反省的区别 反省是一种很可贵的人生品质 是基于人 事 物 原 境的一种信息和能量交互 但在佛法的范畴里 还是有很多人把反省误认成为了反文 这便成了误解处 在很多现实情境中 人们关于反省的应用 往往是基于求好的作意 那么着相反省 强化得失 也就只会继续喂养对人事物的在意 贪求和执着 徐子说 君子博学而日餐醒乎己 则致名而醒悟过矣 这个致所通的致是指世间制 是世间很好的品格德行 放在初世间 这个反省还是叫无名 而反文则不随人事物传 不随得失心险 反文是基于人事物的源 超越人我像的心 去直接体会背后能成如是 因缘像的逻辑发生点 并随着这个变量去绽放自己新的生命能量 呈现新的生命质量 这个反文的过程也被称为 摄用归体 进而从体启用的过程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 大佛顶首《棱严经》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中对于流的解读 大佛顶首《棱严经》 观世音菩萨耳根源通章中云 出于文中入流往索 这个流是呈一切名像或叫色相的生命能量之流 你可以称它是无数个心念 无数个能量点的衔接 一 二 三 四 五 持续不断的一个推着一个 形成所谓的阿托纳什如铺流 入的是这个流 打一个比喻来说 就好比你是一台笔记本电脑 连上了整个互联网 那么你就有可能用你这一台电脑 去启用所有的联网电脑 类似这个运作逻辑 所以你就有可能做到对一切无碍应用 当你能联网的时候 就是个有价值的电脑 你的电脑数据也就可以云存储 云计算和云运行 不能联网的时候就是个死电脑 你就只能在这儿自己打打字 随后设备老化 难以负载运算 也就只能换掉基建再来一次 说完了流 我们再来看看 为什么称念观世音名号 便能入火不烧入水不烟 法华经浦门品中这么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主苦恼 闻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观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放到世间的辟语里就是叫入火不烧入水不烟 恶归远离 行器自毁 大家有时候看浦门品觉得好神奇啊 像看神话故事一样 为什么入火不烧入水不烟 其实很简单 因为在超越冥香的部分 本就不存在水火 所谓水火是能量在后天呈现的应用层面上的一个像 打个比方 大家玩的网络游戏中有各种兵器 你扔个火球过去 屏幕里就有一个小人很痛苦的被烧着了 但是对玩电脑的人来讲 能烧到一根毛吗 不会的 这只是游戏里的玩脑 在电脑游戏的维度层面 那团火能够成这个像 只是程序中数码电子运作的属性 而不是你的体感属性 所以对观音菩萨的真实祈祷是什么 对观世音菩萨的真实祈祷 也是八大菩萨共许的祈祷 在文书菩萨那 我们称为不娶不舍 在观音菩萨这 称为出于文中入流网索 一定要先做到这一步 那么我们该如何明观世音菩萨呢 菩萨菩提萨多 意义绝又轻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还是要在此言中提醒 《心经》中的那一句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从心经的这一句 就能把世面上99%的 封建迷信骗局的底库先掉 切记这一点 菩萨绝不是以有所得而修成的 是彻底回归剧族 实现无所得而实现的 再回到观世音 这个音我们具体该怎么观呢 认为不能观的 是因为你认为音只是声波 那请问是不是还有个词叫心声啊 那心声成何波呢 所以不是这么简单看的 因为你在自我先天局限的 习气认知范围里 只能通过眼耳鼻舌身意 去感知外部的色声香味触法 相当于你的电脑配置 决定了你只能在当地的电压电流下 才能正常工作 那么凡超出这个范围的 你的系统都无法识别或者干脆死机 同样因为所谓地水火风这些元素的像 是目前构建了你的生命存在的强烈的自我吸食 所以只能在这儿跟你去用水不能烟 火不能烧来打比方 那如何观世音 当你超越六根哪有音啊 就成了大音息声大象无形 大家都听过静默如雷这个词吧 有声才叫雷吗 这都叫观世音的用 你明明感受得到一种超越六根之外的能量进到 但就是无形无相 这个关是能射用归体的自性绝照力 与眼根无关与六根无关 这个绝照还分了很多层次 从这里才谈得到真正的佛法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